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 23岁来自山西 培训老师 女嘉宾李女士 22岁来自山东 培训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位 今天谁要来啊 主要是我想来 怎么就算计了呢 就斤斤计较了 怎么了 因为我们从大学校园开始认识的 从毕业一直到现在不如社会 我们两个交往了快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当中每次吵闹之后 他总能把一些小事 然后演化成大的矛盾 然后跟我去吵 而且我毕业之后 我为了他留在山东 然后就是想跟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一起去规划我们的以后 但是我慢慢地发现 可能我到现在为止 我依然不在他未来的规划当中 不好意思啊 我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斤斤计较的 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我没听懂 就是去年他过生日嘛 他让我去陪他晚上去吃饭 晚上也订好餐厅了 但是那天公司正好加班 然后我实在是抽不开身 我就临下班之前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加班 咱们明天再补过生日行不行 然后他在电话里面 他就对我大吵大闹的 当时我周围那么多的同事都听见了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我就当时就挂了电话了 然后晚上临下班之前 我看微信朋友圈 然后他和另外一个男生去吃饭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觉得他是故意气我的 那天是我生日 订好餐厅了 他说他临时要加班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你说顺言 人家不给我们顺言 是不是就浪费了 而且他从告诉我说 他加班开始 到他十一点多钟回到家 这期间过程当中 没有给我发过一个短信 也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所以就换一个人陪你去 不是 不是 那个男生他也认识 我们不是说他想的那种关系 我们没说什么关系 我们就问你为什么 跟你男生吃饭 就想问这个 对不对 对 那我不是生气吗 谁让你不陪我呢 而且 不是 我特关心下面 是怎么评论的 换男朋友了 怎么小张没来 老王在陪你吃饭 是这样点评的吗 我很好奇这个评论 因为我相信这个评论 一定不是常规地点个赞 大家会觉得里面 含义太多了 在你生日的那一天 大家是怎么评论的呢 就不认识到 就问这是谁啊 对啊 大家都在问这是谁啊 为什么大家要问呢 这就是他在意的地方 因为日子特殊 他是你的男朋友 你们的朋友 都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当然他会介意嘛 人之常情嘛 是不是 对 接着诉苦吧 还有就是他特别 花钱大手大脚的 花钱大手 然后他特别喜欢买鞋 他基本上 一个月要买两三双鞋 到现在为止 鞋柜里面都放不下他的鞋了 你说你买那么多双鞋 你干嘛呀 我说他他还不听 然后他 花谁的钱 花他的钱 那钱不够了 他又问他父母要 那谁还没有个兴趣爱好 我那鞋也不是很贵 就是几十万点几百块钱那种 男生是要说 他的一个消费态度是吧 对 然后我说你节约一点 不要那么大手大脚的 他总是说 我喜欢买魔方 我喜欢买魔方 那是我从小到大的 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他总是拿这个 跟我去比较 让我特别不理解 买魔方和买鞋能一样吗 我买鞋还穿脚上 还舒服 还好看呢 而且他魔方 不是说我们平时 见的那种九个格的那种 就是什么样的都有 都是那种鲜亮版的魔方 就摆在家里的厨子上 全是 那东西那也不便宜吧 又不当吃又不当喝呢 你买那玩意干嘛呀 所以我们说 是个消费关键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别的吗 小张同学 还有就是 这两天他又开始买口红 买化妆品 他说那也是他的必须品 这让我特别不理解 我就说 你把这些钱攒下来 然后不要花你父母的钱 不行吗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吵 他老是说 我花我父母的钱 买这些东西 我父母打的钱也不多 就像是 过程日发个红包这种 就唯独有一次 是因为那次 没钱交房租了 我就给我妈妈要钱 那是我唯一一次 给我爸妈要钱 然后要了几千块钱 交的房租 那你怎么不说原因呢 交房租之前 你买的钱都买鞋了 买口红了 你如果把这钱攒下来的话 你还用问你父母要钱吗 不是 我特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管他的消费干嘛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是情侣关系 情侣关系 能管得着让人消费吗 因为我觉得 我作为他的男朋友 他花你钱了吗 没有 没花你钱 你说得着人家吗 我希望我喜欢的是一个 那你找那个不花 按你那个标准去找嘛 这我们现在看很多年轻人 就这问题 不喜欢可以跑 一边这样说 哎呀 我们爱得要死 你们爱什么了呢 主要就是他喜欢跟我 斤斤计较 然后我就别的 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没计较什么 我没听出来 他怎么跟你计较了呀 因为我说他总是不听啊 哦 你说他不听 所以你认为 你们俩是斤斤计较 天哪 行吧 除此之外 你们没矛盾了是吧 没有说很大的矛盾 都是这些金毛蒜皮的小事 以前谈过恋爱吗 各位 嗯 你谈过 你呢 谈过 谈过 为什么分手啊 就是上大学了 然后就分手了 为什么呀 你呢 不诚实 那你说嘛 就是前两天 前任这个电影 没看过啊 你说 然后特别火的时候 结果那天 我给他家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他那个外套的兜里 有两张前任的电影票 嗯 你说你跟谁去看的吧 他会一个普通朋友去看的 他 他不承认 那明明就是他的前任 跟前任看前任啊 哎呀 可以 是前任吗 你就是说出来 和个笑话一样 是前任吗 是前任 但是现在只是普通朋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过多地去解释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之间 他有他男朋友 然后我现在 我有我的女朋友 我们现在只是朋友 然后他那天正好是我 呃 休班 然后他给我发了个消息 说你干嘛呢 我说我在家呢 然后他说那那个 陪我开个电影吧 买好票了 当时我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就觉得 反正在家有无聊 那就去吧 然后看完电影之后 觉得跟男看那个电影 可能不太合适 然后回来我也没有跟他说 因为我怕他多想 不是 我没看过这电影 但是前任的名字 听起来挺浮想连天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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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俩在影院里面 什么感 什么感受啊 就觉得这个电影 特别感人 然后就没有什么了 米娜老师看了 不是 我没看过 不是据说看复合了 好多都是前任吗 不是 就 就 你没复合吧 没有没有 你不太挑事的啊 没复合就行了 但是你 你为什么要跟前任 去看看电影 就很奇怪 因为我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就是他们 就是不管是谁 无论是前任也好 还是普通朋友也好 如果说让我帮个忙 或者说要让我陪他一起 做个什么事情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我都会去做的 然后我梦不开面子去拒绝